在上一节沙俄覆灭记我们看到这个在1915年1914年一旦开始到1915年这一段时间 沙皇俄国实际上是经历了一场一次比较重大的惨败 败于这个德国 他的整个的军队的实力 他的军队的运筹能力 他军队的这种后边跟上的这种各种工业基础都远远不如德国 因此他就是这个遭受了重大的这种战役上的失败 同时加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人员的丧失 就是这种死亡伤兵逃兵 结果呢使这个整个的这个沙皇下边的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震荡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惨败造成这种民心动摇军心动摇 然后就出现各种这样的这种暴乱 那么暴乱的首先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对着这个德国人来的 对着犹太人来的 对着和有所有其他的少数民族 他们认为是和德国人站在一起的 这些不同的少数民族 因为因为俄罗斯帝国 他是一个帝国 是个多民族 多多种族 就是就是主要是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这么一个组合 一个大杂会 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少数民族 在这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冲击 但是更有一定的威胁 或者更有一点危险的信号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种反德的情绪非常高涨 使这个沙皇的老婆 他的皇后 因为是德国血统的皇后 也成为了一个大家的这种 这种攻击的对象 这个呢我们会后面会看到 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为后来这个整个这个沙皇 这个整个的这个倒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再继续看 就是在这段时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事件发生了 那就是Nikolas 这个沙皇本身呢 到前线去当总指挥了 那么这个这段历史呢 我们到这里大概去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 让人啼笑皆非吧 就是中文叫啼笑皆非 叫人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 非常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首先呢 那就是在和德国人在这个 这个 一战开始这个打仗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 我们已经看到整个这个败局 非常非常的 让这个德国的这些 整个的这些精英 这些指挥战 这些什么都出现了一种 就是不可思议 怎么一下子跟德国人 我们这 那等于说这 这战斗民族就是指老虎 说上这战斗民族 实际上这个这个词 我顺度说一下 好像也就是中国人说 好像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听过 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就是中国给怎么撒谎 把这个德国人 俄罗斯人描述成一个战斗民族了 而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就由于这一次大的惨败 败于德国人 然后这个皇后呢 就跟这个Nikolas说 就跟他老公说了 跟那个沙皇说 说你呀 现在你的问题呀 实际上是你的前线总指挥不灵 OK 他的前线总指挥是谁呢 前线公子是叫Grand Duke Nikolai 或者叫Grand Duke Nikolas 是他的父亲的 书白兄弟 那就是说他父亲和这个 这个前线总指挥 这个Grand Duke 本身呢 是有共同的祖父 共同祖父是Nikolas the first 而这个 而这个 沙皇呢 实际上等于是他的表叔 就是等于 他是沙皇的表叔 他比沙皇大一辈 OK 首先我们现在说 本身他就也是皇亲国戚了 那这个皇亲国戚 他是前线总指挥 因为在当时沙皇统治下 主要的职位都是他们的贵族嘛 那么这个 这个Grand Duke本身 说是这个谁呢 这个沙皇的这个皇后呢 跟他说是他不灵 你要把他给开了 所以呢 这沙皇一听 那就开他吧 咱们找一替罪羊 把他给开了吧 就是1915年 9月5号就把这个 他这个表叔呢 就给开了 就给给刺 给给给给 给炒了鱿鱼了 不让你当总指挥了 那你这时候应该选一个 比较能干的其他 你认为能干的其他人 当总指挥 他不是 他自己上 OK 这个沙皇自己就把这个 总指挥的这个职位 就给给拿过来了 他把他的叔叔给开掉 以后他自己上去 那么这样 这样一个现象 他这个事情一做 马上就是他他底下的这些 他自己的手下的这些大人 这些部长都都都都 蹦下来了 都不干了 说你这样不行啊 因为沙皇是没有打仗的经验 没有领军领军作战的任何经验 至少那Grand Duke 以前还打过仗呢 他什么仗都没打 因为他是贵 他完全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从小就是红色基因 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传下来的 就等生活在密罐里的 他没有一个打仗的经验 这底下这些部长 然后有好多部长就站起来 就就就反对 说你不行 你这样的话 你没有经验 你这个仗就没办法 这个Nicholas 因为他是一个 absolute autocracy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 是一个疑人独裁 他是绝对王权 他说你们要反对 那对不起 我就把你们一起解雇 谁反对解雇谁 结果呢 这个反对 他把这个总指挥接过来的人 也这些部长 这些主要的这些 这些就重要部门的这些部长 也被他解雇了 OK解雇了 而且就就开逐了 然后呢 这个Nicholas 就把他的这个前线指挥 把他这个指挥部 整个一战参加一战的总指挥部 就往东挪了一下 就是从这个圣彼得堡往东挪 往东 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 不是在圣彼得吧 原来不在圣彼得堡 他就往东挪 挪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呢 叫 Mogilev Mogilev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距离这个 圣彼得堡 几乎是正南 圣彼得堡正南 500英里 那就是七八百公里 这个地名 在过去的俄罗斯的原文 它的词根 是坟墓的意思 OK 是坟墓的意思 听你这些地方 不景气啊 这是不吉利啊 你去这地方 开你的总指挥 先不说那个 那么这个地方 Mogilev 这个地方今天呢 是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不是和这个俄罗斯交界 在白俄罗斯境内 现在属于白俄罗斯了 他跑的 把那个总部搬到那了 那么这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呢 就是这个地方离圣彼得堡 有刚才讲了 有七八百公里 OK 500英里 七八百公里 那么 那个时候的七八百公里 又是无线电 又不像现在 拿起电话 就打电话 有什么互联网 又有电话 又有飞机 有什么 那个时候七八百公里 那基本就是说 你要有一条铁路 那铁路也很慢 要不就是用马 然后要不就是打电报 那等于就是说 他的前线总指挥 和圣彼得堡的里面的情况 实际上基本是信息 是非常非常的 不顺畅的 就是等于是隔绝了 和他的首都里面 发生的事是隔绝了 那么不久呢 当然就1917年两年以后 发生了这个革命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沙皇 就不在圣彼得堡 这是以后我们会看到 他这个把他的前线总指挥 搬到他自己 搬到前线去打仗 那么后边上闹革命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那么我们下面 再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一下 这个沙皇当了这个前线总指挥 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呢 就是说 由于他当了前线总指挥 他的整个 他的身份就彻底一个变化 因为过去 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象征性的国王嘛 皇帝嘛 他是一个皇帝 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性的 head of state 或者是sovereign 结果呢 现在呢 就不是象征性了 就等于是 你又是象征性的国王 或者是皇帝 你同时又是前线的 真正的总指挥 那么你作为一个 一个国家的这个第一把手 或者国家的这个国王 你的过去的那种 带有的那种稍微的那点神秘的色彩 所谓神秘色彩就是你 你是什么上帝 什么给你的任务 让你来领导这个领导这个什么 上天 让你上帝 让你来领导这个俄罗斯人 是俄罗斯人的慈父 那你现在呢 变成什么了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啊 你现在就是一个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在老百姓的眼里 就是你是在打头跑 OK 第一个人就是你了 这场战争是好 是坏 全是你了 那么整个这个 战争是胜 是败 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当然 胜了是你的你的功劳 那要败了呢 OK 而过去的话 你如果是战争是败了的话 这一战如果出现任何败局 你可以找一个替罪羊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是别人这个指挥不力 或者是在老百姓的眼里 你可以说你是被蒙蔽了 OK 你是被蒙蔽了 被那些那些腐败的 无能的那底下的那些人 OK 打仗指挥不力 他们呢 把你给蒙了 然后那个 那个不灵 那是他们的事 可是现在可不是了 现在是战争 如果败了的话 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没有什么好 你没有一个隔着一层线 所以这个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致命的双人舰 OK 你就像中国的防疫一样 你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那你如果这防疫非常成功 那你是功劳 一个大功劳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是绝对的失败 在这个绝对的失败下 那实际上你就是手当其中 就是只错误是在你身上 当然你 你一个方法就是认错 那另一方法就是什么 我把这个 把这个丧事当喜事办 本来我全弄错了 我但是我把这个事 弄成更加的给他添油加醋 变成是更大的一个喜事 或者更大一个成功 那不就是今天的这个荒诞的情况 不就在中国发生 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情况 回到沙皇 那么他呢 现在呢 就是说 等于把他自己的个人的一切 他这两百斤 整个给拴在了一战的成败 这件事上 他没有退路可走了 他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了 所有的这个 这个可能的这种 任何的一战的失败 或者是不利 不但是对他的个人的沙皇的 本身的名义上 有一个重大的挫伤 更严重的是 使他沙皇的地位 在这上就会产生根基上的动摇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 可以说沙皇决定参加一战 而且决定自己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参加一战 实际上就基本上 给他的这个棺材上 又加了一个大钉子 OK 就是这个沙皇 这个要倒台的棺材 加了一个大钉子 只不过这钉子上还有个份 所以他还可以有喘气机会 只不过时间不长了 而沙皇自己呢 在真正的上 他即使当了总指挥 我们想他是不是会像希特勒那样 像希特勒到最后一战 二战快结束 那也是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把所有的那些官的那些 什么存在给 给有的就辞职了 有的就不干了 有的是被他给fire掉 然后但是希特勒真有两下子 他可以是通宵不睡觉 在那地图上天天在那周话 跟那个跟那个拿破仑一样 当然没有拿破仑的那种才能 但是这就为什么 二战的时候 纳粹打的一下 后来越打越打不了 打不灵了 因为希特勒本身也没那个 没有那个那种军事指挥才能 他有一定的那种胆量 但没有那种真正的军事上的那种才能 而这个Nikolas 连希特勒那两下都没有 那么这一点呢 至少Nikolas有一点还可以 就是说 他没有真正的去前线 去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只是他担当了那个 那个最高指挥 给给大家所有的人的感觉 他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而具体的 在底层的真正的部署 不是他干 是他手底下的一个 他的主将主将就叫 General Alexeyev Alexeyev这个人我们后面会看到 是在1917年 的时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使他下位的那个军 那个那个将领 就是这个是一个当时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将军 OK 那么Alexeyev实际上是真正在底下做事的 是底下在指挥底下的这个这些兵的 而这个人呢 上他的指挥能力也不是那么强 而这个而Nikolas本身呢 没有什么军队经验 我们前面讲 他没有什么战争经验 而但是呢 他在这个这个时候当了前线总指挥 他主要就是一个symbolic role 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他这种象征性是到前线以后 他经常是干什么呢 就干那种 去前线去探访那些兵 探访那些部队 去看一看 然后表现他非常关心他们 去然后呢 去阅兵 OK 这些兵 一战的兵在这个什么时候 在前面前线的时候排队 让他去检阅 然后去这个军 前方的这个医院里去 这个掀一掀被子 OK 看一看伤兵的情况 像今天就掀一掀锅盖 OK 然后呢 这个什么军队的那些军人 在吃饭的时候呢 他在旁边看着他们 你们都吃了什么东西 就是他就干这些东西 而这个沙皇这个人 我们在前面已经也多次讲了 这个人没有一个 他没有魅力 这个人没有个人人格 就是个人魅力 不是像那种 像那个拿破仑那种 或者是希特勒 这都是有强大的魅力 就底下的人真正的福他 他没有那种魅力 他实际上呢 就是他 首先他的自己的这种 军队的这种 培养的素质 和军队的精力 是非常非常浅的 后边的人就讲说 他实际上 他的军队上的 陪就是这个训练的 这个水平 他的qualification 也就是barely at the level of an average guard officer average guard officer 那就是今天讲 也就是班长 排长 也就是那么一级零 手下有那么二三十个兵 也就到那个水平 而现在呢 结果他千军万马 因为几百万人 在他手下 他是总指挥 尽管他没有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他真正实质 但是名义上他是这样的 所以成败全在他身上 而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这个人呢 没有一个 就刚才讲了 没有这种个人魅力 一大堆军人 一大堆士兵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远远没有能力去忽悠 你像那个拿破仑 有四万人往前一站 他也大逼一呼 那四万人就能跟着他跑 去打军卖命 而这个谁呢 这个这个尼克勒斯呢 在几 在多少士兵面前 他就马上就紧张 就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人非常的那种 叫英语叫state fright 就是站在很多人面前 就有点心里心里发慌 两脚发颤 就是尼克勒斯 就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样一个人 你就可以想象 他的名义上 他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实际上又没有才能 同时在军队上 你要能忽悠 能够说是能够一打笔一呼 大家都听你的 弄些假压空的话 喊的那个 那个让大家能够鸡血沸腾 那也算你两个 也算你是本事 他连这个本事都没有 所以呢 这就使这个整个的情况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非常的 让人这种哭笑不得的 这么一情况 而且呢 更严重的时候 他离开了他的政治中心 彼得哥勒 或者圣彼得堡 离开了政治中心 而这后面就留下了一个 巨大的政治空洞 这个政治空洞 谁来填补 由他的皇后来填补 而且他是鼓励他皇后 在这时候帮着他去 当当这个国家的这个君主 所以呢 就等于说 皇后那个时候 实际的权力 就是等于把他 从Nicholas手里 给接过来了 那么这个 这样的话呢 就是 就是下面我们要讲了 首先 在这段时间 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事情的之前不久 在七月份 刚才讲是九月份 他当了前线中指挥 对 在七月份的时候 实际上呢 这个 第四次杜马议会 就是杜马议会呢 又又开始赴会了 这个实际上是在一定的压力下 Nicholas才同意的 七月份已经赴会了 那么一赴会以后 这杜马里面的人就开始 对Nicholas又进行各种各样的批评 OK 这种批评当然是很婉转 但是已经越来批评 越尖锐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要指明道性的要骂他了 就是几乎到这种程度 那么这个议会 第四次议会主要要求的呢 就是要政治改革 就是我们要开始政治改革 这个时候我们不改革 是不灵了 那么Nicholas自己把这个事 完全还是 我就迫使迫于压力 让你们赴会 并不是让你们来批评我 所以呢 你们他完全是互 因为他没有任何权利嘛 这个议会我们前面讲了 他没有完全是Nicholas 实际上是等于把议会 当做一个橡皮图章一样 尽管这里边人对他有批评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 而Nicholas本身 他的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什么 都还是在一战 在一战的这个军队 一战的这个战局 而你们这些议会 想什么改革 想什么代表民意 这都是我根本就 首先就不是 没有战争的时候 我都不愿意搭理你们 有这个我根本理都不理 所以他根本就是 对这个国会这帮人 议会这帮人 根本就完全忽略忽视 尽管他底下的 离他最近的那些 过去都是他的哈巴狗 走狗的人 都开始意识到这个情况 现在又进入一战 现在又这个情况 又这么糟糕 都开始说 你必须得要做一些妥协 和这个杜马做一些妥协 甚至这个他的母亲 就是这个Nicholas 当时母亲还在 他母亲实际上没有被 没有被杀死 最后跑掉了 他的母亲都跟他说 你一定要做政治改革 但是他一律都忽略 一律都忽视 OK 就是不去做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呢 是等于他犯了又一个 很重要的错误 很重要的错误 因为当时的杜马商 对他的提出要求 一政治改革 一个是要把他的底下的 那些大臣都给换了 那大臣很多都是 都是什么 已经前面 已经被他给开除了一批 就是因为这个什么 就是后来开除了一批 然后剩下那几个 都是他的 就完全就是 完全听他的 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 实际上那时候 他的很多的部长 都是很无能的 而这个议会里要求是 你把这些人给换了 他也不换 政治上改革也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还是回到你现在呢 不久 你就进入前线当总指挥 你进入前线总指挥 而是你这个 整个的这个 底下的整个的这种 政府的各个部门的人 跟你有一点不同意见的 全都让你给开了 OK 跟你意见完全一致 你说什么都是你是伟大光正确 也就这么几个人 然后议会的人稍微对你有批评的 你就也是完全忽略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战争失败了 你没有任何人跟你承担责任 这个战争如果出现不利 没有任何人 你是第一把手 你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同时你的议会 也在这里没有任何责任 所以呢 他就是完完全全是200斤一肩挑啊 毫没有换肩 走十里沾路 没有换肩的意思了 OK 完全不换肩 就是完完全全是他一个人去承担这个一战的一切一切的负担啊那么同时以此同时呢他这个什么呢他对于对在这个就是在这段时间九月份这段时间呢他又开始有这个议会里面的人对他的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干脆我又把你给停会他都没有好像是解散没有解散就是停会了卸会别开了OK 你们别在这吵了 因为这个这个我这打的正忙前线正乱后呢你们不要在这捣乱又给关了任何议会提出的那种想把这个政治上做一些松散一些开放一些改革的什么一略忽视同时呢 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解散议会的这个这几天他自己就当了前线总指挥到了前线去去这个什么去这个指挥这个一战的这个皇家的俄罗斯军队了 而这而他去前线的这同时的几乎在同时这段时间在彼得哥勒圣彼得堡就发生了几次大的这个全民全民总罢工一罢工就是两天一切全停 然后呢这个这个罢工的主要的反对就是因为你把议会给给关了 我们要反要要要要生要怎么抗议抗议你关掉议会 那么这些这些所有的任何时候这时候他所有他的这个部长里面有任何人对他不顺的全开掉 那么这些他开的被他给解雇的或被他被他解职的这些部长实际上都是些什么人很多人都是由并不是他自己对这些部长有什么而是他老婆的皇后跟他说这人不怎么样那个人不怎么样开他开他开他 结果他就听他老婆话打八全开了那他老婆是是为什么要不喜欢这些人因为他老婆后面还有一个人叫RasputinRasputinOK是我们后面下一节要讲的这个神鬼大师 那么以此同时他这个把这个议会解散了以后呢他把议会里面的那些对他有出言不敬的那些代表开始用秘密警察跟上钉梢 然后呢是所有的公共场合要进行讨论国事的事情去一律被禁止 莫谈国事不许妄议中央这是显然的是不不行了 那个时候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禁言开始加紧就是这种出版物 什么政治议会政治的这一切全都给关掉啊这是在这这都是沙皇那个时候在一战去出现不利的情况看出干的事 然后呢开始呢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就是开始找我找别人当这个替罪羊吧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一战打的如此不利这都是犹太人干的犹太人在这里面捣鬼 OK犹太人也真是这么倒霉一战的说这是是他们的什么 然后到了二战的二战是也是他们跟着倒霉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因为沙皇本身就是一个反犹太人的一个人 他是他是一个一个歧视犹太人非常反安台三迈他本身就是安台三迈的是反犹太人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啊 那么同时呢就是从这整个这些过程中就很清楚能看出来皇后对于皇后 当然后边还有Ross Putin对于沙皇的影响越来越大 尤其他到了前线当总指挥以后整个后后面的政局就是皇后在那控制着 而这个什么呢 而沙皇自己呢是没有任何丝毫的对自己的这种现在的局势的严重性和他的政治政局的这种 这种这种腐朽或者说政局的不稳定有真正清楚的认识 那么在在这就是1915年9月份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叫grotesque situation 是一种荒诞奇葩的局势 就是在当时的他这个这个俄罗斯出现了这么一个荒诞奇葩的局势 尤其是当时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是在前线被打的几乎是打到绝望了 被德国人打的惨败的时候 结果呢在俄罗斯境内出现了现在这么一个荒诞奇葩的局势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他的议会已经又关掉了 议会被被停会了 那么议会里面的这些所有对沙皇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全都没有任何渠道了 因为已经被秘密警察给跟上了 已经就你你不但把会关了 你们还还跟着你们控制着你们 OK这是等于是你再敢多说我叫训诫你了 那么而什么呢 而这个真正前线总指挥呢 也换了人了 换成这么一个 连一个班长排长资格都勉强不够的沙皇 来当前线总指挥 至少在名义上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是前线的军队的情况 而另一个荒唐的事呢 是他的得意的皇后 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俄罗斯的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权人 而这个俄罗斯这个时候是跟谁是头号敌人和德国是头号敌人 等于是德国的皇后在指挥着俄罗斯的帝国在和德国打仗 而前线总指挥是这个没有任何经验的老公 沙皇 OK 那么这个德国的皇后的后面给他出谋划色的是谁呢 是我们刚才讲的罗斯普登 这个罗斯普登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个文盲 是个神鬼大师 是一个气功神鬼 这个大师 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沙拉登 沙拉登在中文就是一个骗子 一个大骗子 我们后面会仔细讲他 就是然后呢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俄罗斯出现的这种情况 是如此的荒唐荒诞奇葩 OK 而且呢 所有的当时在俄罗斯所有的那些头脑稍微清楚的人 都看清楚了 没戏了 这个王朝已经接近尾声 没有如果不进行革命的话 这个王朝是没有任何起死回生的机会 因为他的政治的路线 已经走到了一个完全的死胡同 所有的政治改革被彻底封闭 所有的议会的可能性 不同声音的可能性也被关掉 所有能够发不同声音的人 现在已经被禁言 被敏感词 被警察跟着 被训诫 那么只有 剩下只有一个就是闹革命 所以呢 在当时呢 在他的这个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叫 马克拉克夫 马克拉克夫不是很有名 但是一个是一个宪政民主党的一个 宪政党的这个 就Cadet的一个一个政客 他是议员 他呢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文章在莫斯科 这文章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这个话我把它引述一下 用中文翻译成中文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现在俄罗斯呢 是像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没有车闸的汽车 而这个汽车是被一个疯狂的司机 掌控着方向盘 这司机 这汽车呢 在没有完全速度控制下 在快速的驶向一个陡峭而危险的山路 在往下滑 而车中有我们的父老乡亲 和有其他比他能力更强的司机 但是呢 他们都在认识到这些车里面的人 没有任何人敢去抓方向盘 因为他们都认识到他们要动着方向盘 有可能他们自己就不管怎么样 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这句话 好像我说的有点绕 那意思就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加速师啊 他基本就说我们这有一个疯狂的司机 在加速把这车开向一个悬崖 车里面的人就眼瞪瞪的看着他 一点办法没有 就是一个加速师 那么这个加速师这个词 OK 今天我们大家都挺熟悉 尤其墙外的人都知道加速师是在说谁 但是在墙内的话 可能不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这个概念 想起来非常滑稽 这是1915年 100多年前 当时的Nikolas II Nikolas二世 就已经被人描述成 他是一个总加速师 这个总加速师 还有两年的加速 这是1915年7月份啊 1915年9月份7月份 那么不到两年还一年半 这个加速师就最后就掉下去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就开始 讲一讲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气功大师 神鬼大师 我说气功大师 当然是 用中国人话描述 Russ Putin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